那么一方面呢 政党啊通过构造完整的国家和世界观 迫使国家不断的重组 不断的重组 从而也使自己啊不断的重组 另一方面呢 政党通过自己的党内生活执行领导权 也就是说把国家的机关的法律义务 吸收为道德行为准则 吸收道德行为准则 把党内生活发展为国内国家生活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通过这个党内的这样一个变化 使你的这个一个政治国家的这样一个职能 逐渐的消亡 然后发生这样一个转变 所以这样的葛兰西就把党内生活的要素啊 开垮为个性 这个个性呢指的是抵制旧文化的压力 然后再一个是荣誉 就是维持新文化和生活的无畏意志 以及尊严 就是为更高的目标而奋斗的这样一个觉悟等等 他说所以他说党内生活代表着新文化 是先进文化的创造 把党内生活上升为国家生活 或者说把国家生活拿入到党内生活 实质上是改造国家的过程 他认为这两个方面呢是相互作用的 相互作用的 他说所以他说政党虽然不在法律上统治或治理国家 却是国家中真正能动得起作用的力量 这是他对这个政党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政党的研究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和这个国家的研究是相关的 就是说强调这个政治国家 这个国家内部 它是怎么从政治国家到一个这个文化伦理国家的 这样一个转换的 也就是它的政治功能是如何逐渐的被消失 逐渐的被消亡 然后呢逐渐的转化为什么 转化为一个这个真正的这样一个管理功能的 管理功能它是如何实现的 所以这几个环节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他讲这个领导权的概念 首先讲这个市民社会理论 他就是把这个国家把它分为两种 就是说两种国家 一个是政治国家 一个是伦理国家 那么在这个伦理国家里面 他就强调这个领导权 就强调这个领导权 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 就说真正在伦理国家起作用的 应该是文化的意识形态 而文化的意识形态呢 相联系的 就是它的创造者应该是有机知识分子 而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是靠政党 是靠政党 政党不仅这个培养有机知识分子 他在同时培养有机知识分子的时候呢 也在进行国家的改造 进行国家改造 也就是说推动国家 从政治国家 向这个伦理国家的这样一个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 他对这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和改造国家政党的 这样一个培养知识分子 和改造国家政党啊 他就把改造国家 就把它看到是什么 政党的两大职能 两大职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政党它不等于知识分子 政党是一个具有特殊职能的组织 是知识分子的队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又是保证知识分子 能够参与国家活动 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一个集团 这就强调了这样一个政党的作用 从政党的作用 那么我们从这个葛兰西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当中啊 政治哲学的这样一个对政治哲学的定义 以及市民社会理论到领导权 有机知识分子和政党理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创造了一整套啊 这个一种新的这个政治哲学 那么这个政治哲学的这样一个核心呢 就是批判创造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领导权 这个概念呢也就是和什么 民主社会的建立是相联系的 怎么由一个这个权力的这样一个强权的这样一个社会 走向一个民主制的这样一个社会 民主制的社会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是觉得啊 有很多东西啊 是值得我们启发的 为什么这个后马克思主义啊 对这个葛兰西的这个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啊 反复进行研究啊 研究以这个东西来研究 当代的这样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建立问题 民主社会的一个建立问题 这一个呢对西方社会它有一个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政治国家 你掌权以后 你怎么实现这样一个治理 什么由一个 使你的功能啊 由这个政治的功能转化为一种文化的功能啊 使你这个国家发生变化 由一个什么 如果说以前是一个非民主的国家 怎么过渡到民主国家 我不是说仅仅用这个政权就可以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为什么说这个葛兰西的思想 会比这个卢卡齐的更深刻一些啊 更深刻一些呢 他就是这样的 他和在这一点上 他和这个卢森堡啊 都是一样的 他们根本不相信 利用武装政权的东西啊 能够建立起民主体制 民主治 民主治的政力 它是一个什么 是在法律的范围里面建立起来的 他只能通过法律的这样一个 健全而表 而形成 他不可能通过革命来完成 而这个卢卡齐他们呢 就相信啊 以为 因为他当时他在战场列宁的时候就这样 他以为革命 只要有革命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其实这个在这一点上啊 就是当时葛兰西和这个 卢森堡都批判很多 但是别人并没有理解他们思想 他们不是反对革命 而是说 你革命只能完成革命的论务 而不能完成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论务 你这个建立一个 这个民主治的这样一个国家 他应该什么 有一个通过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过渡来建立 所以他们都要探讨这样一个 你由一个政治国家 怎么过渡到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问题 不是用革命能解决问题的 这就是卢森堡和这个 卢卡奇之间和列宁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分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葛兰西亚 其实呢 他通过这个市民社会的理论 通过对领导权知识分子和政党的这样一个功能 来探讨了这样一个转化 也就是说 你这个国家 他是怎么实现这种转化 建立这个民主治国家的这样一个转化 通过哪些功能实现转化的 实现转化 所以这样呢 他就可以 我就说 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观念 这为什么现在人们 葛兰西亚是在 可以说他的思想创造 就是在这个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因为他三七年就去世了 那么到现在 到现在 人们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 人们还在不断地去研究这个卢卡 葛兰西 而且还兴起了 不断地兴起葛兰西的热气 探讨他 实际上人们现在社会 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思想家啊 他的这个思想的价值 不是靠某一个人来评说的 而是靠历史来检验的 就是当历史需要他的时候 他的思想的价值才会呈现出来 被人们去理解 被人们去理解 那么葛兰西的这样一个政治哲学 我们为什么要把他这个比较详细地讲呢 因为这个是和他 这个就是和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创造了一种新的这样一个 对国家问题的这样一个探讨 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控制 是如何可能如何转换的 那么对这个问题来做了一些 很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深入的研究 当然他也没有完成这个 毕竟他是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 到今天国家的发展 特别是这个资产阶级的 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机器 然后我们讲的这个 我们后面马上要讲的 这个包括法兰克区 以至这个五十年代出现的 这样一个高科技 这个消费社会的形成 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出现 那么能不能又要重新来探讨 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 但是他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观念 提出这样一个观念 可以说是为 现在的这个政治哲学的研究 提出了一个构型 就是有一个构型 能不能在他的这样一个范子里面 展开这个研究 展开研究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葛兰西的这样一个哲学 本来它是讲很多的 但是我们 只能这样一个课施的关系 我们只能讲那么多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葛兰西的这个哲学的 做一个小节 做一个小节 对他的这个特点呢 做一个小节 首先呢我们看一看 我们说这个 这个葛兰西啊 他不是书斋里面的学者 他的哲学 是和他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实践相联系的 所以他的政治学 是他的哲学当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也构成了他的 上层建筑理论的这样一个特色 所以要是讲葛兰西的政治哲学 说他是上层建筑的理论家 如果不研究他的政治哲学 是不能理解 葛兰西的这样哲学思想 你仅仅讲他的本体论啊 讲他的这个绝对历史主义啊 你是不能理解他的思想的 所以一定要研究他的 这样一个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 这是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葛兰西在创立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 实际上创立了一种什么 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新的哲学形态 新的哲学形态 那么这个哲学形态 它是属于现代哲学的 也是属于这个意大利的 那么这个怎么评价 这个怎么评价 那么作为这个 我们说它不同于这个 所谓现代哲学呢 实际上它体现了什么 不仅仅不同于这个 这个传统哲学 比方说18世纪的这样一个 唯物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 哲学的这样一个解读 而且包括什么 它也不同于什么 第二国际的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 我们讲了这个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呢 除了少数人 比方说像卢森堡以外 它大部分的主要是什么 通过这个经济基础的 这样一个研究 对它的这样一个 作为一个重点的研究对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葛兰西亚它的主要的研究啊 它是在什么 是上层建筑 对这个上层建筑 对意识形态本身的结构啊 进行的研究 对你这个国家的转变 国家的转变呢 怎么从 就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 怎么从一个传统的国家 像现代国家的这样一个变化 它的内在机制呢 做了一个很深入的研究 那么我们强调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涉及到对一个 格兰西哲学的一个评价问题 评价问题 虽然它在这个哲学里面呢 大量涉及到对康德哲学 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 也对马克思哲学评价 也用了唯物主义和唯新主义的 这样一些概念啊 但是呢 它主要还是提出这个实践哲学 就是我们国家呢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 长期以来就用什么 为什么强调它是现代哲学家 现代哲学家 就是他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唯物主义和唯新主义 比方说你们看这个前面的 就是一讲 就是说格兰西到底是唯物主义 还是唯新主义 老是在讨论 但是作为现代哲学啊 它和这个传统 近代哲学是不同 我们讲了这个 恩特斯的这个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 恩特斯说到这个哲学 这个近代哲学的重大问题 你们去看看那一个 你们再去读一读 近代哲学的重大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说是近代哲学的重大问题 虽然他说这个问题 从古代传统里面来 但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 专门讲了这个问题 它的历史演变是吧 在前面是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真正的形成是近代哲学 也就是说恩特斯是通过 近代哲学的考察 来讲哲学的基本问题 那么这个基本问题呢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什么 它是在认识的领域里面讨论的 我在认识的领域里面 我一定要把主体和客体分开 把物质和意识分开 所以我就要讨论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但是当你的哲学发生了转变 你哲学的问题发生了转变 我不是讨论论论的问题 而是讨论一个历史本体的问题 研究文化的内在机制的问题 不存在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的问题 我就说连你的基本问题 都已经改变了 哲学的提问方式改变了 所以我讨论的是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下 你还用近代哲学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来讲这个葛兰西 你是走不进葛兰西的世界 不知道它研究的是什么问题 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 这样一个范式 你可以去评价近代哲学 去写出近代哲学史来 但是你写不出现代哲学史来 现代哲学史来 包括现象学解释学理都写不出来 所以你要对这个 从康德以来到近代哲学的 这样一个转变 要进行一个新的一个研究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要讲这个文化哲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 它从启蒙运动里面 为什么作为反启蒙思潮发展起来 它所改变的这样一个哲学的 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强调 它是创造了一种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哲学形态 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在 所以它在这个 它的这个玉中杂技 不断地反对 说这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 比方说普列亚诺夫 因为当时普列亚诺夫是哲学的大家 他就实际上 他们不过是从18世纪的法国 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 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 他说实际上马克思哲学 是现代文化要素 而不是近代哲学 就是说你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解释 作为一个近代哲学解释 是把马克思放到更低的水平 放到18世纪去了 而没有看到它的现代意义 那么他这个解释呢 他那个传统的刚好是什么 要把虽然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传统 但是他却把马克思哲学 放到了一个 就是说一个新的 就是说现代哲学的这样一个角度 进行提问和闪知 所以他的哲学定义 他的哲学定义 你们看 他的哲学定义 没有说为物为心的问题 而是讲了什么 哲学 人人都是哲学人家讲了什么 讲的一个哲学的批判和非批判的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这个呢是我们评价 这个葛兰西的哲学 特别要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要看到他的这样一个新哲学 他的提问方式 以及他的这样一个哲学定义 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把握不了这个葛兰西的思想 你会用这个近代哲学来评价现代哲学 那你是走不进现代哲学的 如果我从现代哲学去评价近代哲学 我是可以评价的 它是一个认识人的体系框架 是吧 但是如果 这个对任何一个思想家 你可以从不同的 我可以站在古希腊的哲学的 这样一个视野上来评价 我可以站在现代哲学的 这样一个视野来评价 比方说对这个迪卡尔的哲学 也可以从他 他发掘的要素是不同的 发掘的要素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强调葛兰西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如果不看到他的 这个现代哲学的这样一个 新的哲学形态 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 不要给这个哲学家贴标签 用一个已有的观念去贴他 而是要走进他的世界 然后你才能去研究他 才能发现他的这个思想的 这样一个内容 和他的这样一个价值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说 他是属于意大利哲学的 这个意大利哲学什么 他是一种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体现的是一个历史哲学的 这样一个历史主义的 这样一个传统 他从来没有抛弃过 意大利的这样一个传统 意大利从维克开始 就是一个 包括他借助的这样一个资源 有这个马基亚维利的 有这个维克的 那么还有拉布里奥拉的 同时呢 他还有这个可罗奇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什么 他是沿着意大利哲学的 这样一个改造 而他又完成了 意大利从一个民族哲学 到世界哲学的 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变化过程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 我们要理解这个 意大利的这样一个 所以你要理解这个 格兰西的这个哲学 以及他对历史本体认的 这样一些很多范畴的理解 那么你也要去研究 意大利的哲学 就特别要研究什么 维克的哲学 和这个可罗奇的哲学 以及拉布里奥拉哲学 重新对拉布里奥拉的 这个哲学进行研究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在讲这个前面 第二国际的时候 会把拉布里奥拉的哲学 也要把它讲一下 我们可以 就说你们在 复习这个格兰西哲学的时候 可以回说一下 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 民族的改造 这样一个线索 其实这也是一个 一个民族的哲学 怎么发展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离不开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的 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 不要以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作为一个世界哲学 就是一个抽象概念 在世界上传播 它在每一个哲学的 每一个民族的发展的时候 它都包含对 自身民族哲学的 这样一个改造在里面 正是和自身民族的 这样一个改造融合当中 形成本民族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我们在这个 研究这个格兰西的 这个哲学的时候 要看到它的 意大利的这样一个 文化传统 这样一个哲学传统的 一个改造 同样的对我们研究 今天的这个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觉得也是有启示的 不要把这个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看成一个和民族文化无关 和民族哲学发展无关的 这样一个 仅仅是从苏联哲学 教科书里面超出来的 如果它仅仅是从哲学 教科书里面超过来的话 它就不是有机意识形态 那就是一个 这个机械的 是一个抽象的 是吧 是一个随意的意识形态 那么就不会有这个 不会把群众发动起来 想一想我们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啊 就是在中国的 这样一个传播和发展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 发动中国人 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意识的过程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对这个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 这样一个 就是形成一个新的面貌 和新的这个 研究的视角 而不仅仅看到一个 理论上的一个原理教科书 原理教科书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了 意大利的 叫做葛兰西的 这样一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研究啊 实际上对我们的 这样一个了解 今天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发展 以及了解 怎么样去研究 这个民族的哲学 以及当代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啊 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启示 给我们的启示 请不启示